日前黄子涛与韩国SM公司专属经济约系列案件又有新进展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SM主张的专属经济权 部署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所列明保护的民事权益 拨惠SM公司的上诉 此前黄子涛因与天号盛世娱乐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发行专辑 被韩国SM公司以共同侵犯其专属经济权等合法权益为由 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一审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认为SM公司依据专属经济合同 要求黄子涛等承担侵权责任行为不妥 驳回了SM公司的起诉 办诉后韩国SM方应不满一审判决再度提起上诉 今日法院公开审理此案 便于2月9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我国审判制度采用二审中审制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8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二审判决后 除非办诉方可能提出足够确凿的证据证明 一二审判决存在重大错误才可申请再审 此次判决结果于此前 上海市第一人民法院就SM公司起诉黄子涛 及某食品销售企业代言行为一案的判决逻辑相同 一系列判决共同为一人与原经纪公司解约后的正常工作 及相关市场经济主体的正常商业合作提供了稳定的法律基础